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最近台灣參加了在印尼舉辦的 澳洲亞洲手槍射擊錦標賽 由全世界最大的射擊運動協會 國際實用射擊聯盟所舉辦的 台灣已經參加了24年啦 歷屆都是拿中華民國國旗代表來參賽 但是前幾天 中國隊的三名小粉紅 上前把我們的國旗給扯下來 並痛罵 都是台獨 我們帶大家來看一下這段影片 因為我們才一直被阻攔國旗的部分 很生氣的衝過去 被他們三個人要搶 主辦單位也很好的 派人去探管好我們的國旗 當然一定憤怒啊 而且你當下 從來沒有在IPSC史上發生過 這麼離譜的事件 兩個月前在泰國的比賽 因為我兒子是代表我們台灣的裁判 中國隊的選手 在場上向裁判來挑釁說 你應該脫下你的台灣制服 換上中國隊的才是 但是大家知道暖心的地方是什麼嗎 主辦方這次竟然沒有舔共妥協 並且讓台灣的國旗 繼續飄揚在這場賽事中 而在今天 他們主辦方也公開宣布啦 中國隊的這幾名選手 違反IPSC的運動加精神條例 取消了中國選手的參賽資格 大快人心啊 這是前幾年比較看不到的場景 在前幾個禮拜 我們台灣隊代表也去了匈牙利比賽唱歌嘛 聲樂嘛 現場也被中國施壓 那最後主辦方竟然也同意我們可以攜帶中華民國的國旗上台 告訴大家 我們來自台灣 是這面國旗 而不是五星紅旗 那除此之外還有一名韓國跳舞的女網紅 她也被小粉紅給出征了 因為她在Youtube上發布了一條 日韓台美學生的制服跳舞影片 結果被小粉紅噴 嘿台灣不是一個國家啊 只有中華人民共和國 我似乎看到了三個國家而已喔 喔不對 好像只有兩個國家 你是在指說這些國家都是美國的附庸 然後台灣是中國的 所以是只有兩個國家 沒有問題啊 全世界都是中國的只有一個國家 那些啊都是什麼美利堅的省旗啊 日本的省旗啊 對吧 前幾天我也跟大家分享過一條啊 在2020年8月份 山西的禁中國小田徑賽開幕式 他們使用了中華民國國旗歌當作大會歌曲 被很多中國網友翻出來討論 是否為播錯 是否為真實影片 確實為真實影片 你們可以去看直播回放的版本 全部都是事實 而又有中國網友翻出啊 去年2023年禁中國小 同樣也使用了中華民國國旗歌 當作大會歌曲 所以這立刻打了那些 啊那些是台灣省人意淫造謠的 剪輯播放的換音頻的影片 我們帶大家來看一下這段 2023年的回顧影片吧 而這些通通都是在 B站上 由中國網友自己發出的 然後現在這些 挖出的中國網友 又被小粉紅打成是台獨 金中市第六屆運動會 跪擊 果然啊 是山寨偷搶大國 不僅在品牌商品模仿偷取 抄取 在偷人家技術 偷人家產業鏈 還偷了一堆山寨周杰倫民族的 小網紅當作是賺錢的工具 然後還賣門票 這個就算了 最搞笑的是 你偷中華民國的國旗歌 然後你又不承認中華民國的主權 對吧?在國際賽事又在搶這面旗子的使用權 然後在國際賽事上又在打壓這面旗子 結果你偷我們國旗的 旋律跟音樂當作是自己的創作 在大會上使用 非常搞笑 我看以後中國各地的每個國小 都把全世界的各國國歌或是國旗歌 偷一偷 改一改 比如說 德意志的國歌你們可以改成比如說 山東哪一間國小的 大會歌或是校歌 沒有問題的 對吧? 如此一來 全世界都是中共國的一部分 全世界自古以來都是所謂的 中華民族 中華民族海納百川 中華民族裡面有六七百個民族 通通都是中華民族的驕傲 還有一名英國網紅 最近到了駐英大使館拍片證實 台灣不屬於中共國的一部分 來台灣的簽證 竟然在中國大使館辦理不上 我們馬上帶大家來看一下這段影片 是這裏我給台灣的簽證嗎? 可以拿來台灣的簽證嗎? 中國的簽證 所以台灣不是中國的部分嗎? 不是 我沒有 中國的簽證 中國想要它 中國的簽證 只是中国 não é? 不然? 哦,可以了 所以我可以来台湾 要所管的 不然? 台湾1 台湾 is不是一部分 中国人 為什麼 вы GO? 台湾1 台湾1 您不停留下 我先把你的拍照 回到中國 太子 人家 ico 黃 人家 贏 You're my source of income, brother Can you..ok, listen can you just listen to me? There is no expectation of privacy in a public place Ok, well you're here, listen! You're ears! Ok guys,so that's it for another video Obviously, I'm here because Taiwan is not a part of China This is the China Visa Office And I'm here to express my freedom of speech About a certain topic that I'm very passionate about Ok,看完這條影片 大家有興趣的可以訂閱他的頻道 其實大家應該都充滿疑惑 英國來台灣不是免簽嗎? 為甚麼要申請簽證呢? 其實這一點都不意外 因為按照這位英國網紅想實驗的邏輯 台灣就必須屬於中共國的領土 所以他才去做這個實驗 所以呢 要去到中國的領土 就必須申請去中國的旅遊簽證 但答案非常的清晰明瞭 中共大使館的工作人員也知道 台灣不屬於中共的 那是中共他自己說的 而他也不接受辦理台灣相關簽證事宜 他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說去找台灣的大使館辦 但如果這些中共大使館人員是清楚的認知 台灣確實為中共國的一部分 那他們應該說 那你要辦理中國旅遊的簽證啊 因為台灣是中國的才對 但並沒有 當然小粉紅可以說 那些都是中國大使館聘的英國人啊 所以他們當然會站在挺台灣的角度在那邊講話 台灣不屬於中國 那是他自己說的 可是他來你這邊工作 不用政治審查一下嘛 不用政治正確一下嘛 而且影片的最後你們還有兩名中國大使館的中國人出來 不敢講話把保安拉走 你怎麼不出來講一下 台灣是中國呢?確實啊 欸?所以要來台灣旅遊的話 必須幫我們中國簽證啊 你連講都不敢講一下呢? 所以你們小粉紅是不是要嗆一下 中國的外交部在搞台獨? 那這不是台獨什麼是台獨呢? 2022年我也帶我們團隊到了中國駐大阪領事館拍片 證實這件事情 裡面的工作人員也簽除了表明 不可以在此辦理台灣的護照 遺失了也沒有辦法補辦 你們都知道如果在海外你護照不小心遺失了 比如說你是一個美國人 你就必須跑去當地的美國大使館申請 所以台灣如果是中國人的話必須去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使館申請 但台灣人沒有辦法在中國大使館申請 請問一下 Chinese Passport 前前出去玩的時候丟了 然後我想說問一下重辦護照的話是怎麼辦? 你不可以 下來這個不就可以了嗎? 因為它這個是要登錄嘛 我沒有那個中國那邊的電話號 可以用郵箱嗎? 郵箱可以 我有記憶可是它出實名認證 那身認證這邊 因為台灣的話要台胞證是不是? 你是台灣? 對對對 台灣護照我們這邊無法那個 我們這邊只有那個中國大陸護照 所以台灣這邊沒辦法用 台灣護照的話 我們要護照的話 郵箱 不好意思 所以那個中國跟台灣這邊的護照是沒辦法通用嗎? 呃...怎麼說呢? 如果想辦那個大陸的臨時性護照 那你還得要你的台灣人 不然中國大陸這邊的臨時護照也需要台灣的護照 所以我如果台灣 因為我是台灣護照丟了 換了一個找那個台灣方式 所以要找台灣人 就是你們這邊旅行證那些都沒辦法 因為還是需要台胞證或是台灣護照 好我知道了謝謝不好意思 不是很多舔共的台灣人都說 我們拿的中華民國台灣護照是中國護照的一種嗎? 可是他不被中共官方你的祖國 你舔的那個政府給承認呢? 有沒有非常搞笑? 當初我這條影片一出啊 一堆不知道該怎麼洗地的舔共台灣人 因為沒有辦法在事實上 反駁中國大使館跟中國政府的矛盾做法 跟他們說出來的話 反過來罵我們找人家麻煩 我們要去證明台灣不是他說的 又變成我們在找他麻煩 你怎麼不說中共在說謊說大話吃我們豆腐 而自己找自己的麻煩呢? 你想要低頭下跪不要拉上我 影片了之後大家要來看一下 這名中國陸配的小孩粉紅 說了些什麼暖心的話吧? 今天有一個小朋友告訴我 熱情很火的黑神花紅紅 其實是日本的猴子 蛤?他可能是看了日本的動漫才這樣以為的吧? 但是其實啊 日本漫畫家的龍珠 是他向我們中國文化致敵 我很嚴肅的當初那幫小朋友 中風是中國的齊全大師 是我們自己的猴子 可是他卻說就算是中國的 也和台灣沒關係 他說我不必那麼驕傲 我已經告訴他了 不公是中國的 到地是中國的 台灣更是中國的 所以作為中華人民 我們在台灣也一樣以中華文化為榮 中華民族代表文化是什麼? 是哪一個語言? 漢語嗎? 滿洲話算不算中華民族 藏族、哈薩克族、俄羅斯族、朝鮮族 他們也被併入到中華民族 他們的語言算不算中文 中文、中國話 所以這些是不是也是中文? 不是,你們的中文是漢文、漢字 那這就算漢本位的所謂中華民族 去統治這些五十幾個不同的民族 你拿這個當作驕傲 好,退一萬步來說 即便這是中華文化 為什麼中華文化只能限定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 你申請專利、你的專屬啦 你1949年成立的耶 拜託 文化不應該是只有一個國家特定擁有的 那美國怎麼辦? 那美國所有的文化精髓 都是從歐洲那邊過去的 那怎麼辦? 你看過哪個歐洲人出來嗆美國啊? 那歐洲又該怎麼辦? 是不是只有羅馬文化了? 以前那些日耳曼人都是滿族 所以歐洲就是只有羅馬文化了 只有義大利才有資格講這些事情啦 今天的影片到最後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不喜歡記得 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PALHO小姐的 拜